据当机追踪网站称 周四7月14日 全球数千名推特用户当机 这是自今年2月以来的首次当机 根据该网站的数据 在美国有超过5万人报告了与推特有关的问题 包括英国、墨西哥、巴西和意大利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用户也报告了问题 几天前,推特起诉埃隆·马斯克违反了以440亿美元收购该公司的协议 并要求特拉华州一家法院命令这位世界首富完成收购 这次中断,大约始于美国东部时间8点 用户无法通过台式电脑和手机登陆推特网站 目前还不清楚当机的原因 用户会收到一条推文现在没有加载的错误信息 推特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但其状态仪表盘显示 所有系统都在运行 这是一条推文 忍你 稍微误论 温我 不断